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习近平主席特别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 将于11月12日至13日赴阿塞拜疆出席世界领导人气候行动峰会 并应阿塞拜疆副总理穆斯塔法耶夫的邀请访问阿塞拜疆 接下来欢迎大家提问 你好 总台央视记者提问 今天我们看到消息是 习主席将出席亚太经合组织第三十一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 和二十国集团领导人第十九次峰会 想请问中方对于这两次会议有什么期待 又希望通过出席这两场会议向世界传递怎么样的信息呢 谢谢 继续发挥引擎作用 引领世界经济增长 习近平主席将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 介绍深化改革开放重要举措 阐述中国对推进亚太合作的政策主张 中方愿同各方一道努力 全面平衡落实亚太经合组织2040年布特拉加亚愿景 推动此次会议取得积极成果 为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 促进亚太和世界增长注入新动力 携手构建亚太命运共同体 习近平主席出席二十国集团峰会 彰显了中方对多边主义的坚定支持 体现了中方对二十国集团合作的高度重视 当前世界经济增长动力不足 全球发展面临挑战 国际局势中的不稳定不确定因素增多 各方普遍期待二十国集团发挥国际经济合作主要论坛的作用 为促进世界经济增长注入动力 为完善全球经济治理指明方向 习近平主席与会将发表重要讲话 围绕构建公正的世界和可持续的星球这一主题 同各国领导人进行深入交流 中方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集化和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 愿同各方一道努力 推动里约热内卢峰会 再坚持多边主义 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 支持可持续发展方面 取得积极成果 发出明确信号 推动各国合作应对挑战 实现共同繁荣 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谢谢 总台CDGN记得提问 协定民主席即将对秘鲁巴西进行国事访问 能否介绍此访问主要安排 以及中方对发展中币中巴关系的期待 谢谢 秘鲁是拉美重要国家 中国同秘鲁建有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建交53年来 两国政治互信不断巩固 共建一带一路合作 成果丰硕 人文交流更加深入 给两国人民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好处 去年以来 习近平主席和伯鲁阿尔特总统两度会晤 为中币关系发展破坏新蓝图 此访是习近平主席时隔八年再次访问秘鲁 访问期间 习近平主席将同伯鲁阿尔特总统举行会谈 就双边关系重点领域合作等深入交换意见 并出席欢迎仪式 合作文件交换仪式 欢迎宴会等国事活动 以及其他相关的配套活动 相信习近平主席此访 将进一步夯实中币政治互信 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 推动中币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取得更多的积极成果 更好的造福两国人民 中国和巴西分别是东西半球最大的发展中国家 均为重要新兴市场国家 互为全面战略伙伴 今年是中巴建交50周年 半个世纪以来 面对国际风云变化 中巴关系始终保持健康稳定发展 各领域务实合作成果丰硕 成为发展中大国团结合作 携手发展的典范 双边关系的全局性战略性 全球性影响持续提升 去年4月 巴西总统卢拉成功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两国元首就引领开辟 新时代中巴关系新未来 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 此访将是习近平主席时隔5年再次访问巴西 习近平主席将同卢拉总统举行会谈 就双边关系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 深入交换意见 出席欢迎仪式 合作文件签字仪式 共建记者 欢迎宴会等国事活动 相信习近平主席此法将进一步巩固双方政治互信 提升双边关系的战略性 创新性和引领性 加强两国发展战略对接 深化双方在全球热点问题上的战略沟通和协调 携手开启中巴关系下一个黄金50年 下一个问题 你这个问题目前我没有可以发布的信息 下一个问题 Thank you A question from AFP on tariffs Specifically about Donald Trump's former treasury secretary Steven Mnuchin Who said in an interview yesterday That tariffs needed to be used Especially with regards to china 他在說他會推薦用債務對中國 中國有一個回應嗎? 具體的問題你可以向中方的主管部門了解 作為原則我想重申的是貿易戰沒有贏家 也不利於世界 謝謝 QAa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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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aiai Runivers巨大直後 市長要提防撩中共的 Berg дух 中俄是新時代全面戰略協作夥伴,兩國始終在不結盟,不對抗,不針對第三方原則的基礎上發展雙邊關係和各領域的合作。 中方始終認為,大國競爭不符合時代潮流,遏制打壓,陣營對抗不得人心,相互尊重,合作共贏,才是國家間的正確相處之道。 謝謝。 中國日報提問,中方剛剛發布了,丁薛祥副總理將作為習近平主席,特別代表,赴阿塞拜疆出席世界領導人氣候行動峰會,並訪阿的消息。請問發言人能否進一步介紹相關情況?謝謝。 聯合國氣候變化巴庫大會主席國阿塞拜疆將舉行世界領導人氣候行動峰會。 COP-29的主要任務是制定2025年後的氣候資金目標,並為各方提交新一輪國家自主貢獻做準備,對推進全球氣候治理具有重要意義。 丁薛祥副總理將作為習近平主席特別代表出席峰會。 中方願與各方一道維護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及其巴黎協定的目標、原則和制度,推動務實行動,實現可持續發展。 期待各方在本次大會上就氣候資金目標達成積極成果。 發達國家應當切實履行責任,為發展中國家應對氣候變化,提供有力的資金支持。 中方將繼續在南南合作框架下,為其他發展中國家提供力所能及的幫助。 中國和阿塞拜疆是真誠互信的好朋友,平等互利的好夥伴。 今年7月,習近平主席在上海合作組織阿斯塔納峰會期間同阿利耶夫總統舉行會見, 共同宣布將雙邊關係提升至戰略夥伴水平,為中央關係的發展開啟歷史新篇章。 丁薛祥副總理訪阿期間將同穆斯塔法耶夫副總理舉行會談。 就雙邊關係和各領域合作深入交換意見。 相信此訪將進一步推動中央關係發展,給兩國人民帶來更多福祉。 請多謝。 韓國防守大使人說他們的法律文明將從中國判決中招選至交換。 有? Is China aware of this case and do you have a comment? 我不了解你提到的情況 下一個問題 現發言人澎湃新聞記者提問 中方剛剛發布了丁薛祥副總理將訪問新加坡 並主持中心雙邊合作機制會議的消息 發言人能否進一步介紹有關情況 謝謝 中國和新加坡是友好聯邦和重要合作夥伴 去年兩國確立了全方位高質量的 前瞻性夥伴關係新定位 中心雙邊合作機制會議 是統籌兩國合作的最高級別機制平台 為深化雙邊合作推動中心關係發展 發揮了重要作用 丁薛祥副總理訪問新加坡期間 將同新加坡領導人就雙邊關係和 共同關心的問題深入交流 並同丁薛祥副總理共同主持中心雙邊合作機制會議 中方期待同新方一道以此訪和機制會議為契機 加強戰略溝通深化拓展各領域合作 為兩國人民帶來更多福祉 促進地區繁榮發展 對付加強戰略力合作機制會議 中共暫時 Breeğin 北京合作 在這方面嚴格的完成 俄羅斯和美國 之間的關係是 俄羅斯和美國作為兩個主權國家自己的事情 關於烏克蘭危機中方的立場是一貫的 我们支持一切有利于政治解决的努力 下一个问题 谢谢 还有一个问题 一个问题是AstraZeneca 过去几天的公司说 中国的总统在中国的总统被拘捕 您能够提供更多的关系吗 谢谢 我不了解这个事情的具体情况 建议你向中方的主管部门了解 下一个问题 谢谢 另外一个问题 台湾的国防团队说 它会给人家贡献 和中国的国防团队表示 它会在海中的国防团队的预线 和国防团队的预线 在海中的预线 和国防团队的预线 以及国防团队的预线 还有什么问题 中国有什么问题吗 你问的这个不是个外交问题 下一个问题 白人好 中心社记者提问 据了解菲律宾正式出台了海洋区域法和群岛海盗法 请问中方对此有个评论 谢谢 中国外交部已经就菲律宾出台 所谓海洋区域法和群岛海盗法 召见菲律宾驻华大使 提出严正交涉 我想强调的是 菲律宾所谓海洋区域法 将中国黄岩岛和南沙群岛大部分岛礁 及相关海域非法纳入非方海洋区域 妄图以国内立法行事 固化南海仲裁案非法裁决 此举严重侵犯中国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中方强烈谴责 坚决反对 中国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具有充分的历史和法理依据 符合包括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在内的国际法 不会因非方海洋区域法的出台受到任何影响 南海仲裁案所谓裁决非法无效 中方不接受 不承认 反对 且不接受任何基于该裁决的主张或行动 菲律宾打着落实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旗号 企图通过所谓海洋区域法 给其在南海的非法主张和行为账目 是非法的 无效的 该法严重违反南海各方行为宣言 将导致南海局势复杂化 非方依据该法在南海采取任何侵权挑衅行动 中方都将予以坚决应对 中方敦促非方切实尊重中国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立即停止采取任何可能导致争议扩大化 局势复杂化的单方面举动 切实维护南海的和平稳定 中方保留采取必要措施的权利 关于菲律宾群岛海盗法 其中多处与国际法规定和国际海事组织决议不符 中方要求非方切实遵守国际法 不得损害各方依据包括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在内的国际法 所享有的合法权利 还有其他问题吗 那好 今天的记者会到此结束 祝大家周末愉快 谢谢大家 多謝 您 感谢观看